这一节就来教大家怎样认构新股 每一间的劝商流程可能不太同 但我们也用迎立字头APP来做一个例子 首先就是登录迎立字头来到它的首页 在左边的功能表会看到交易相关下面有IPO 这个页面可以看到代发售、认构中、代上市、以上市 一些新股的名字 可以按认构中的新股就可以看到新股的详程页面 以及它的资讯等等 如果你需要认构就可以按这个公开认构 认构的方式之前说过 由现金认构、由孖展认构两种 现金认构就是用你的资金去做申请 而孖展认构就是向劝商借钱做认构更多的数量 有机会提高你的总签率 一般就是默认做现金认构 如果你选择了孖展认构的话 就可以选择旁边的融资认构 目前Usmart港股IPO不需要收手续费 但有些券商或银行就会收回比较高的手续费 孖展认构手续费通常要分$99港币 新股中心向下拉有准备上市的公司列表 以代表状态显示了做通过聆讯的 可能就是随时会启动招股 我们可以先研究一下招股资料 做好一个准备 按一按认构记录里面就会看到你历史研究的情况 例如某一只烟满新股 现金研究了一手 觉得中签有点难想研究多些 就可以来这里撤销之前的认构记录 重新下单 认构记录里面还有中签的结果 看看是否中到签 按进来就会知道了 认构新股的操作很简单 难点在于要不要做认构 认构多少 什么时候去到做买入卖出 我们之后再说